好 接著下一套 其實是甚麼人 韻高吧 仁恩果倫 中文叫韻去 他的動畫的劇情走向就是類似推理 即是說偵探的 他擺明都是說推理 但我感覺上他又不是很... 他又不是很報復不... 又咕咕掛掛 解完這個謎出來 又好像很平術很平淡 這是屬於反推理一族 反推理 即是說表面上好像推理 其實他否定推理 你會見到的 主角是結成新十郎 即是戰敗偵探 表面上好像每一場推理都推輸了 推錯了 被人笑了 但他推的才是正確的 反而人們把錯的推理到對的答案 即是聖海 你之前有看《名偵探手》也有看過 所謂的推理小說 其實就是 偵探推對結論 抓到兇手 但其實偵探可以是自己作證據 偵探的結論 不是正確答案 可以是錯的 前提的偵探是 以為有殺人士 這類的就做到 還有偵探所找的 只是根據他找回來的 線索得出的結論 即是不一定是神的觀念 不一定是絕對正確 即是不一定是對的 也都可以他自己作 甚至可以推出錯的結論 那是無理小不良的專長 那算了 這套東西 就是將一些錯誤的推理 反推理 正確的推理 被人視為錯誤的推理 那不要緊 他最後要跟你說 但我覺得這樣演繹方法 其實挺特別 因為作為一套驅離劇 他不是否定 他重點是 他除了一股常有的推理 有應該會有的解謎 以及正確答案給你解釋之後 他給你一個虛像 因為其實你看到他第二集說 那女兒 那女兒 因果 因果 其實是什麼人 叫他 你帶他看人的真實 叫他看醜惡的事 其實聖海做的事是做到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挺特別的 除了推理以外 其他 另外一種元素 好像有些科幻的元素 走進去 古古明 好像怪獸 古怪 但其實這個 正統推理劇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解釋不到 因為所謂正統推理 其實只有一部份的推理 有些是新巴推理 又不是經常推理 可以用推理去講人性 我感覺上這套 不是正統推理劇 不一定是推理 所以說反推理 不正統 一看就知道 因為基本上 你見到那隻 因果去 一出金手指 走去逼問 那件事 如果是真正的犯人 如果是真正的犯人 誰會講什麼 如果是GAS 就是GAS 一定會有問題 但是 感覺上 我看了兩集 現在 感覺上 他是偵探的元素 但感覺上 是需要觀眾去推理 那些事情 只不過是 說一件事件 給你聽 然後 說一個類似謎底 給你聽 那就完結了一集的故事 那 其實他又說 像剛才 佑馬那樣說 一些 你認為是對的答案 其實是不對 其實他就是想說這個 但是他有沒有跟你解釋 為何那些事情是不對的 對 我覺得是缺失了這一部分 他只是跟你說 就是對 那也 怎麼說呢 最重要的部分 是變成 那隻傑野 因果 變身 解答那個問題 但解答完的問題 好像又不是 對這件事件有什麼影響 那是 最主要的一個證據 絕對的口供 絕對的口供 絕對的真實的口供 可以拿到 類似那隻 那他就 你說推理劇 他一定不會好 因為他只有一集完 你看到 第一集 集出一場一堆人物 只有一個名字 人物介紹 鋼情未說清楚 已經找到兇手 其實算快的 鋪得不夠長 這些不是算快 算是不知道他講什麼 其實他重點不是說案件 不是說推理 而是說案件背後的人性 講他的故事 這就是說 因果惟體的人性 那個聖海綠郎是怎樣的 通通呢 除了說一定的案 兇手之外 還說這件案 處理案件的警官 他們背後的 政府的客戶面 就是 怎樣把一個不是兇手的人 說成是兇手 真正的兇手 就這樣扔在一邊 可能是一些 幕後訴訟的結果 即你見到 李宇閘那個真正的兇手 有沒有被人抓到 無私無私 反而無緣無故 被人死了 即是說 報紙報道 例如說 報紙報道說 捉到兇手 那這個不是兇手 可能這個是假兇手 不是的 但是傳媒被這樣報道 你見到 這些是操縱真假的事實 傳媒殺死人 不是傳媒 警官控制 警官控制傳媒 你見到 有一些 說是 傳媒 傳媒控制是說 捉到真正兇手 真正大白 什麼沉冤得罪 但這套沒有這件事 可能沉冤就不會得罪 假的就沒有 被人被兇手 其實也算是走黑暗的 然後那個偽兇手被人殺了 就很無辜 他們都很無辜 遭到兇手 遭到兇手 被捉到兇手 那個死胖子 不要理他 已經死了 有點黑暗面 我期待會之後 會不會有些黑暗 即是恩果 其實是否人 應該不是 不是人 不過就不知道 嘔吐這副骨頭 還有不知 他一開始都沒有怎樣解釋 恩果 即是恩果 即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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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來歷 應該說 他又沒有說 但他又好像跟男主角 有點淵源 所以我其實都幾想知道 但他後面的期情 怎樣說 另外想提一提 恩果的性友 完全聽不出 福奇愛生 福奇愛生 這就是厲害 我這樣聽的時候 他配了兩把聲 我感覺上沒有一把聲 是像他 他可以配到那把聲出來 挺厲害 我覺得 看得出來 他其實也有個實在 不是只有一把聲 有一個聲 真的有很多變力 很多 例如按摩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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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認不出 他很多新角色 你這樣聽 你認不到是他 但你看到後面的聲音 你才知道是他 怎麼會 回到前面聽 真的有點像 但你聽 你聽的時候 你又不會發覺是他 會 這樣 看了之後 其實就說 其實我知道是他 我都覺得是 但我那時候不說 這樣就不會 我真的不知道 聽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看了節目表 有很多答案 你講完女兒 講男兒 其實那個 女兒還沒講完 海誠的女兒 海誠的女兒 那應該是女主角 也算 可能是OP來很正經的女孩 誰知道 你覺得他很不正經嗎 不正經的嗎 第一次摩店出場 但第一次摩店 他在家穿了件衣服 他只不過是 類似那些千金小姐 那些髮 那些經常有公主病 十三點 十三點 公主病 十三點 十三點 我覺得他有點公主病 很難說 十三點 我知道 類似那一隻 有點奇怪 但是摩店出場 有點可惜 那些三點 會不會出來 就是 他夾在家 知道 航基的真相 他知道 自發偵探 說的是真的 他父親一起 所謂正確的推定 其實全部錯 但問題是 他夾中間 看他怎麼看 這個事件 這個觀點很有趣 但現在他正在露人 是啊 我期待他之後 再出場 然後說 結成新十郎 結成新十郎 其實我也是講過CV 我也是 聖地良 其實他是演員 也有拍日劇 基本上 不過也是配角 那些角色 後期他也有配動動畫 不過主要是電影方面 很方便 如果你說卡通動畫 這套也算是 應該是第一套 如果是主角 應該算是第一套 因為他之前 都比較配電影動畫 就是多一點 我覺得他都可以的 這套 這套 用錢跟藍珠 即是十郎 他這套 其實你說話 沒有什麼特別大變化 真的見不到的問題 他這個整個角色 是很冷靜的 不會有什麼大驚大落 我覺得他應該有問題 也有問題 他覺得都可以 沒有什麼特別的 看推理的 就不太期待 挑戰者的心態 就是 不要讓人看推理 大家可以看看 人類黑面 黑幕劇情 OK的 我會期待一下這套 我也會繼續看 這套 下一套